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刘兴一家住的房子应该是在首都的高档小区 四室两厅两位 开放式厨房 并且下东海有独立的书房 这样的户型不会少于200平 放在现在的首都价值不会低于2000万 开放式厨房我家才改造了没几年 刘兴家早在18年前就用上了 我太落伍了 这让我想撞墙 18个年头过去了 我也没混到四室 刘兴家的餐桌 三个孩子和两个大人 每次开饭 桌上基本都是七八个菜 在肯德基还是高档餐厅的2005年 这不是夸张我老家所在的地级市 当时还没有肯德基 我觉得 当时批评家有儿女严重脱离生活太轻了 他们是压根没有生活 在他们眼里月入三千的屌丝 要住月租上万的富士公寓 上大学的女生只能是超级白富美 男生只能是身怀各种绝技的绝世高手 追求爱情的也只能是 年入百万甚至上亿的霸道总裁 他们只生活在自己所谓高大上的小圈子里 怎么知道民间的疾苦 他们更不会去体验生活 因为平民百姓的生活 对他们来说不如狗 感谢观看